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雅各书第一章 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 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救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泼落 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 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神嘛 心怀二意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没有定见 卑微的弟兄升高 就该喜乐 富足的降碑也该如此 因为他必要过去 如同草上的花一样 太阳出来 热风刮起 草就枯干 花也凋谢 美容就消磨了 那富足的人 在他所行的事上 也要这样衰残 忍受试探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 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人被试探 不可说 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 但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 牵引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罪继长成 就生出死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 不要看错了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备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重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他按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生了我们 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 好像出熟的果子 我亲爱的弟兄们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 并不成就神的义 所以你们要脱去 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 存温柔的心 领受那所栽种的道 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 走后 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 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若有人自以为前程 却不乐住他的舌头 反欺哄自己的心 这人的前程是虚的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没有玷污的前程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 孤儿寡妇 并且保守自己 不沾染世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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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